好 感谢主 现在我们先来读圣经这个诗 分享才唱诗歌 因为这个诗歌跟他非常的配合 那这篇诗是我们非常熟的一篇诗 里面充满着神的保护 最少他六次讲到保护 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上行基师 让我们鼓励我们去朝拜神的时候 我们得到重新得力 越去敬拜他 越朝仰望他 我们心里会得到很大的安慰 知道神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跟我们同在 其实弟兄姐妹 特别在目前这些情况 我们人人都有一些无助的时候 有惧怕的时候 特别现在这个光景 那不奇怪 因为特别面对一些难以掌控的事情 对前途不明朗的时候 我们便越法地感觉到 孤单无助 不晓得前途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许会向做事的人 私人所发出的疑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到底什么是我的帮助 我四周围看看 好像没有任何的出路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一个从心灵里面发出的一个感叹 不感谢神 当我们属于神的人孤单无助的时候 困难 惧怕 重重包围的时候 让我们更想起 我们有一条向山举目之路 是周围没有路的时候 更吹逼我们 人来提醒我们 我们向上面 还有条路的 所以私人告诉我们 虽然看似周围 让我们孤单无助 我们可以向山举目 有神可靠 并且他也让我们借助无助 更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 许会怎么样的神 你有没有发现 弟兄姐妹 当你越多困难的时候 你依靠神的心 越多切 让你更亲近他的时候 你才发现 你更需要 他成为你生命中 那个你最需要的帮助的神 是什么一回事 当你惧怕无助的时候 你需要他的保护 帮忙 安慰 同在 保守 跟在他里面的安息 所以私人告诉我们 当他向山 他的帮助从而来的时候 他发现 原来我的帮助 是从神而来 真正的人 属神的人的帮助 是从神而来 不是从人而来 也不是从疫苗而来 是从神而来 地上给我们的 都是一些短暂的 临时的 一些盼望 真正可靠的 原来他发现 我的帮助 只有从神而来 那这位神是谁呢 他不单 发出他心灵的呼喊 他也感谢神 现在透过他这个寻找 这个感叹 他发现他的神 他依靠的神 是个怎么样的神 第一 他是创造天地的神 是创造 我的帮助是从创造 造天地的言化而来 什么是创造 创造是从无边围绕 能够从无边围绕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他也可以为你 创造一条出路 我们不许常读过 圣经说吗 他可以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他是因为这样的神 第二 他是因为不打顿 不睡觉的神 那奇怪 神不需要睡觉的人 他不疲倦 不休息 在保护你 他不睡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会安心睡觉 如果他不睡觉看着你 你也不睡觉看着 他的怎么办 怎么对谈 神经告诉我们 为什么这个 了解得非常的透切 他不打顿 不睡觉的看顾我们 这表示他不疲倦 他不停止的 来看顾着我们 我们可以安心 走前面的道路 也可以安心 去享受我们的睡眠 愿耶和华所爱的 会叫他安然入睡 第三 他是保护你的神 最少保护这个字 在这里出现六次 他以此为一个足愿 愿他在你右边保护你 这是铁身的保镖 在你右边保护你 保护保守着你 愿他在你日夜保护你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来保护你 那第三次呢 有时候他用这个保护 不但是keep 有时候他用preserve 保守 防止你失败 他保护你的性命 给你保存你的性命 还有他不愿你 愿他在你出路 来保护你 出路 蒙保守 保守你的出路 保存你的性命 在幻然当中 可能 可能 撒旦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他绝对不能伤害 我们的生命 不能伤害我们 与神的关系 也没有人 可以让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他是我们生命的keeper 也是我们preserver 保守我们 在任何环境当中 可以安心投靠他 所以从今时 直到永远 这表示 神自己本身是不变的 所以他的保守保护 也是不变的 是永恒的 因为在他 没有短暂的事情 在他也没有 part time的保护 他是全时间 全天后 来保守保护他的孩子 感谢神 他是永恒的 看顾做 保守做 让我们投靠他的人 要个安心 你不需要怀疑神 那方面 我们只担心 我们的信心不足 依靠不够 求主保守带领我们 好 我们来掐手 听一首诗歌 帮助我们 更深入的了解 明白这些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農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达宏书家